那我们先说这个难方 叫三缺 第一缺呢就是 我觉得你缺爱了 表面上呢 你觉得你是对他好 但是我看到的是 你更多的是一种命令的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像这个 蛤蟆那件事情 在我们心理学里面 那叫冲击疗法 他害怕 那就让他冲击一下 但是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我们得 事先达成共识 我们用这个快速的方法 有没有效果 但是你用那种方式的话 一下子把他搞恼了 让他更恐惧了 所以他以后见到蛤蟆 比原来更害怕了 刚生完孩子 你就跟他发脾气了 那个女人那时候 最脆弱的时候 你怎么能和他吵架呢 这个时候都是你的粗心 表面上看呢 你很多地方替他去着想 但是你的细节不够 所以说呢 你的这份爱 在他那里来讲的话 是缺失的 他没有感受到 第二句 夫妻因为生孩子 害怕这个什么压找孩子了 或者是因为影响睡眠了 等等原因 只要是分床睡的 这种夫妻 大多感情不良 因为你在一个床上睡觉 那么对孩子的照顾 你能感同身受 要不然的话 你就会觉得照顾孩子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 尤其这个期间 男人可能对孩子的感情 就没有那么的深 不是自己亲的照顾 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 两个人还得要同床睡 第三我觉得是缺陪 那么听刚才说 对孩子的照顾 好像是互动比较少 对孩子教育而言的话 父爱的影响 对男孩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不跟他互动的话 别看他小 那么慢慢的话 他就会觉得 爸爸可能不关心他 不爱他 也会同样 像你爱人一样 一种缺失的感觉 所以他长大以后呢 他有可能缺乏勇气 做事没有认劲 我希望这些东西你要注意 否则的话 等孩子长大了 你可能后悔就晚了 所以今天借着机会 给你早早地提醒 不要因为孩子小 我就不跟他互动 我跟你讲 孩子在三岁之前 跟父母的关系和互动 比长大以后还重要 好 谢谢岳老师 岳老师 谢谢老师 自己亲力亲为带孩子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我得先为你们点个赞 但是点赞归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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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大不了 觉得胃奶喊疼 就是矫情 觉得照顾家 照顾丈夫 照顾孩子 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 可是如果不是因为爱 哪有那么多理所当然啊 不管生孩子 是不是女人 天经地义的事 但这是女人 付出血和泪的事 尤其要作为她的另一半 你们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但是请你们有点常识 就尤其在女人这个阶段 我不知道你有多疼 我也不知道你有多苦多累 OK 我感受不到 没问题 但你最起码 装 忍 你忍这么几个月可以吗 而且女人在生完孩子之后的 这个激素水平 是有发生变化 还好她没有抑郁症 她如果再有个产后抑郁症 怎么办呢 我觉得给予最起码的尊重 和适当的关心关怀 就哪怕我们就忍这几个月 你觉得忍了几个月 可是你知道女人会感恩一辈子的 她到任何时候 她会想起来说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在我最难觉得人生过不去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我老公站在我身边 他给了我一丁点的温暖 我都会把它放得很大很大 但往往男人在这个时候 是做不到的 他永远都会觉得 你喂个奶有什么疼的 可是我告诉你 胎奶的疼不亚于生孩子 所以你说的那一句话 看似很简单的那一句话 说你当妈的不喂奶 这句话会记很久很久 因为那个时候她是自责的 然后这个时候 还有别人来指责她 她更过不去这个坎 所以她的情绪会焦虑一年 第二点 你永远把面子挂在嘴上 我就问你 面子和妻子哪个重要 是你面子会陪你过一辈子 还是妻子会照顾你一辈子 你永远都是从半婚礼开始 到生完孩子朋友 所有的事情你都觉得 面子在你这里是最大的 可是你要面子是干嘛使的呢 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还没你的面子值钱吗 你在家里面永远都是遗旨气势 我吩咐你做的事 她是佣人吗 什么叫你吩咐她做的事 她是你孩子的妈 什么事都应该商量着来 这事你可以做吗 你带孩子累了 做不了我来做 你口口声声喊着 我不是为了你去抓鱼 让你补补身体 我不是为了让你吃羊眉 可是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请你直接把目的说出来 不要打一个为了她好的幌子 去干你自己喜欢的事 我觉得这样特别不难忍